装甲核心难吗?值得买吗? 今天PS港服正式解锁了装甲核心6 现在可以玩了 这个游戏是万代南梦空发行 From Software开发 它不是魂游戏 也不是开放世界 PS5版43奇比 有中文 支持PS5 PS4 PC Xbox 花质模式有光线追踪 可惜是30帧的 我玩的是帧率优先模式 60帧比较稳定 但是画面略显苍白 另外我发现 这游戏在电视上的表现 比在显示器上要好 主要是亮度和色彩度方面 游戏有离线模式 也可以线上联机对战 线上支持一对一的solo 还可以三对三组队 最多支持九人联机 在线联机游玩 需要PS一档会员和加速器 我用的是 迅游主机加速和旗舰版 千兆稳定加速 支持全平台主机游戏 我们用PS5玩全程联网的游戏 或者单机游戏的 线上模式的时候 如果卡住或者掉线了 都可以用加速盒解决 克隆游戏展期间 迅游加速盒优惠20 还送会员时长 APP输入口令码 小白的宝箱 可以加送5天会员时长 我们继续说 机甲佣兵6 这游戏我感觉上手很快 操作很直白 组合件不多 进游戏也很快 不用捏脸 起个名就行了 可以跳过剧情 其实剧情动画也很短 上来就是开干 这是我喜欢的风格 不过我建议大家不要光看画面 游戏还得自己玩 如果只谈画面 这游戏也就比PS4水平稍微高一点 但是在真正战斗的时候 那个大场面还是很爽的 特别是在大电视上玩的时候 更有感觉 游戏难度还是有的 那个杂兵很好打 可是新手村的boss 我尝试了6次都失败了 但是玩游戏是要动脑子的 这游戏绝对不是无双割草游戏 因为它是公骑老贼他们家的游戏 虽然核心装甲6 它不是魂游戏 但是刚直魂 它也是魂 当我失败了三次之后 游戏会有提示 它的意思是让我跳起来 可以减少损伤 这个建议还是不错的 你想不到游戏会告诉你 这点给好评 目前这个游戏 我玩的时间还不算长 但是整体我感觉不错 这400多块钱没白花 我还是挺想继续玩下去的 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 欢迎写到评论区